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 你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蒙古女郎阿丹杜雅被杀案的其中一名死刑囚犯 前特警阿兹拉今天获得联邦法院将对他的刑罚减刑 改为囚禁40年和鞭吃12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兹拉提成的几份文件当中 还包括了死者父亲对他的减刑支持性 而这也是第一个有死者家属支持凶手申请减刑的案例 这名父亲沙里布在信件中表示 他的这项请求是源自蒙古人民对人性的深切尊重 表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 同时他也希望这项请求也能够传达给另一名涉案的死刑逃犯 希鲁和其他的相关单位 希鲁和阿兹拉一样都因为涉及谋杀阿丹杜雅而被判死刑 不过希鲁在法庭宣判之前就逃亡到了澳洲 有关阿兹拉的减刑裁决是由首席大法官东姑麦论为首的三思何议廷做出 阿兹拉的刑期将从他在2006年11月1日被捕的时候算起 较早前阿兹拉在出庭时一改以往的做法 不再用衣服遮盖头部 而是只是戴着口罩露出双眼 让样貌在他被捕之后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曝光 而他的身形也明显发福 和当年似乎已经是两个样了 换个焦点 中国两艘海军训练舰在上个星期六到访槟城 引起了伊斯兰党领袖和前外交部长兼土团党的最高理事塞富丁的质疑 认为此事关乎国家的安全、主权和国民的身份认知 对此 宾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就强调 中国军舰的到访是通过官方的管道来进行的 是友好的访问 促请大家不要担心 也不要胡乱猜测 而代表团到访槟城中林独钟 则指示学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这项访问是由中国驻槟城的总领事处理的 他说 大马皇家海军驻槟城的军官 当时也以宾客的身份 连投兵中的政府领袖一起出席接待活动 而那两艘中国的训练舰在瑞典衔港口停泊了三天之后 已经离开槟城 启程前往孟加拉 对于在野党的质疑 或者是外交使馆来进行一些活动 这一切都只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而大马海事执法机构 滨州主任拉查利受访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他也以自己为例 自己在大马皇家海军服役时也曾随军舰到访中国各地和美国 表示这仅仅只是两国的友好交流 与国家安全并没有任何关系 教育部长法利纳则证实到访中灵独钟的代表团是中国一所大学的学生 这项活动是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纪念而进行 并不是传言中的中国海军 根据黄汉伟的脸书贴文解释 这些学生是来自中国海军大学 来看一期罕见的意外新闻 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开着一辆休旅车 从后面而来猛烈的撞击两辆摩托 导致4名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学生三死一重伤的悲剧 邓家楼副总警长旺鲁曼说 这期车祸是昨天7点半左右在龙运马拉公寓大学的校门前发生 他说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这4名大学生是在吃完晚餐之后 共起两辆摩托回到大学时在校门口被撞击 其中3人命丧当场 另一人则是因为伤势过重 目前已经被转送到瓜登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造化的49岁女司机当场被逮捕 警方目前援引鲁莽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的条文来调查此案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们再见